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这是一个中国当下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在中国整个经济都在往下下滑的同时 但是它的物价和房价在无限地攀升 然后这个让更多的人 而且货币逐渐地在贬值 然后国家不断地在超发货币 这个让普通的民众会变得越来越恐慌 这种焦虑是无处不在的 而且对于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很多人要买房子 买房子的原因是说 如果你在你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没有房子 你的医疗 你未来你的孩子的教育 你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城市里面都没有办法 我觉得它可能影片里面传达了一种当下 这个时代更多的全球性的 在全球性的情况下的 所有的国家和年轻人都面临的一些问题吧 所以说这个是可能能够让大家会感到亲切的原因 就是我们可能都面临一样的问题 或者相似的问题 所以说他说感到非常亲切 我非常高兴 理解 我觉得它完全是一个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发展的一个悲剧吧 它属于这个时代的悲剧 就是每一个人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 而且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他想要改变自己的那种上升的渠道 变得越来越窄小 在这种窄小的情况下 他想要去再去改变自己的未来的话 就似乎变成了一种冒险 这方面的压力 比如政府方面的压力 审查方面的压力 很艰难 就尽管说 这个电影里面反映的问题是 所有的民众都要面临的问题 但是面对电影的时候 他们希望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是喜剧 或者是那些奢华的 跟自己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电影 也许可能对他们来说 那是一种自我麻醉和自我安慰的方式 我觉得它是个悲剧的吧 然后首先它是个悲剧的 其次因为就是这些人 所有的人都是离开自己的故乡 再去寻找他们的未来 他们感觉一直是一个在路上的人 所以说呢 这个电影是结束在路上的 然后呢 但是它完全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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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